換個角度看電影 延長三倍壽命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少年光流 我們馬上回顧一下最近電影圈發生了什麼事 金球獎頒獎剛剛結束了 最終的獲獎結果都蠻有趣的 歐本海蜜幾乎是最大的贏家 最佳劇情片 最佳劇情男主角 最佳劇情男配角 最佳導演 而2023年大熱的BABI幾乎是全軍覆勃 就拿了一個歌曲獎和一個身家的獎 票房成就獎 這個獎一聽就覺得很笨 他都已經是票房冠軍了 還需要你這個獎來表彰嗎 藝術類的獎怎麼可以拿個客觀事實來頒呢 頒獎就是大家都很厲害 不知道誰會得獎 所以才會有爆冷這一說 票房冠軍不用理會 我都知道了 而且讚在商業角度 你這個獎都不會為這套戲增加這麼多的價值 所以擺明就是金球獎發現BABI幾乎一個獎都沒有 因此就加過豬肉獎 而且加了這個什麼票房成就獎 以後每一屆就可以合理地將那一年的票房冠軍劇組請過來 票房冠軍一般就是這一年最大的流量 所以說金球獎已經計好盤數了 金球獎都是奧斯卡的前哨讚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這一屆奧斯卡的趨勢 奧本凱蜜的兩位影帝啊 藍佩啊基本已經穩定了 反而影后的競爭呢會強一點 可憐的東西和花月殺手 我只是看了花月 那裡面的女主角的表演真是令人非常驚喜 尤其和李安娜的對手戲 她的表演的勢力度是更加明顯的 當時就覺得這個女演員真是很厲害 但可憐的東西呢 聽說是極為大赤道的表演 都是顛覆了Emma Stone 以往的形象 那麼現在兩個在金球獎上 一個是喜劇類的影后 另外一個呢 是劇情類的影后 三月份的奧斯卡競爭最強的應該就是她兩個了 而且我也有預感 由上一屆 馬的多重宇宙環數奧斯卡可以提出 奧斯卡呢 如今在改革的 反而金球獎呢 仍是一成不變的套路 永遠打安全牌 簡直就是左膠頒獎盛宴 那麼因此呢 在金球獎被冷落的Barbie呢 反而在奧斯卡 有機會斬獲幾個獎 最後都要提一提劇宅類的頒獎 繼承之戰 毫無疑問是大贏家 這套劇第四季 可以說是將他帶到一個無人可及的頂峰 那麼這套劇 在港澳特別冷門 網上幾乎很少人討論 這個真是全部多得個按鈎譯名 傳媒家族繼承人 怎可以將這片名 起得那麼沒吸引力 這個是今十年最強的劇集之一 劇本可以說是天花版 真是天花版 至今我看了這麼多劇集 到一套劇本上是可以超越這一套劇的 這個都是我強烈和大家推介的 今十年最強的兩套劇集 繼承之戰 絕命律師 一個劇本最強 一個視聽最強 難繼承 不律師 看完這兩套劇 你再看網上那些所謂的神劇 真是就不過如此了 再講一下美國最大的醜聞 羅里島事件 都是愛帕斯坦事件 愛帕斯坦是美國一位富商 他跟政商界和娛樂圈都有新交 幾年前因為被指控販賣未成年少女 他在獄中突然之間自殺 這個自殺都是疑點重重的 這個羅里島就是他旗下的一個島 他將未成年少女安置在這個島 跟各大政客富商進行性交易 最近有一份九八頁的文件 被洩露了出來 網上傳得好揚 涉及的名字有很多我們熟悉的人 羅伯唐利 史提芬史匹布 尼安納道 湯漢斯 佐治盧卡斯 比爾蓋茨等等 但目前網上有大量不實的農場文章 已經將這些人定死有罪 網上是有這份文件 你們全部都可以下載 你們可以在文件裏搜尋這些名字 看看是否真的有罪 不要因為出現了名字 就認定對方一定關事 現在有兩個確定是完全不關事 一個是特朗普 另外一個是MJ 尤其是MJ 當年被人屈他戀童 承受了多年的罵名 這個羅里島事件 反而還了MJ一個清白 這個是多麼諷刺 所以大家以後見到一個事件 都要有自己客觀的分析 下一篇新聞是我們的老朋友 迪士尼 迪士尼第一代米奇動畫 《氣旋威利號》的版權 在2024年1月1日 正式成為公共領域的文化資產 即是說 人人都可以二次創作 不用再擔心迪士尼的版權律師信 然後就立即有套恐怖片傳出消息 就是用了氣旋威利號的米奇形象 分分鐘是一早已經籌備好了 就在等著迪士尼版權解封 米奇作為一個健康歡樂的形象 拿來做恐怖片題材 都是帶著惡趣味的了 再加上這幾年 大家對迪士尼的政治正確的反感 這套電影 都是帶著一些宣洩的情緒在裡面 我相信 這個不會是唯一套 拿米奇做反派的作品 只要迪士尼再有爭議 以後這些電影只會越來越多 下一條是大家最愛的導演 洛蘭 他最近在紐約影評人協會 榮獲最佳導演 他在台上發言的時候 提起自己的健身教練 對自己那套電影的吐槽 當時是疫情 大家在家都是跟著教練做運動 教練就一直播到吐槽天能 這個事件都成為了網絡的葉劃 我發現大家忽略了 洛蘭在台上後面說的東西 他認為如今社交媒體 人人都可以發表影評和看法 但他更加認可的是 真正專業的電影批評的人士 專業的影評才能令電影市場 帶來良好的環境 簡單來說 洛蘭是明白電影批評的 他很清楚 影評人就是他和觀眾之間的橋樑 所以他從來不介意 大家如何解讀他的作品 他都很清楚 作者已死論 大家知不知什麼叫作者已死論 就是當一套作品出現在公眾視野之後 這套作品就已經不屬於作者 每個人都有詮釋這套作品的權力 所以哪怕是過度解讀 都是觀眾的權力 作者是無權干涉觀眾的理解 當然解讀得太離譜就另計 我們今天再看洛蘭 為何可以成為當今時代最受歡迎的導演 就是他特別適把自己和觀眾 以及影評人之間的距離 所以無論是影評人還是觀眾 都將他擺在神台 如今電影界 有沒有比他更加厲害的導演 有 但沒有一個能夠像他那樣 精準地保持這種距離感 那麼這一期 電影情報站就到這裏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請Like和Share我的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